14点42分了朋友们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是那个杨佩昌博士啊 杨博士发的一个推特 我们一位学者一位很有名的 我名字不说了 他说一个小时你十行五年全部撑下去 我们一位学者一位很有名的 我名字不说了 他说一个小时你十行五年全部撑下去 张维维啊又跟着胡说八道啊 这个信口雌黄啊 跟着胡编乱造 说一个小时啊 你这你就指着美国吧 也许还指着其他国家啊 凡是跟美国站队的 站在美国这边的啊 说你全部航母撑下去 给你大撑 是吧 又吃饱了撑的啊 这个大脑错乱了 神经错乱了啊 神经病是吧 精神病精神病 我说错了 哎呀 不过我说一点啊 好像这种的洗脑啊 早就有早就有 我想想十五年前也许二十年前 我忘了啊 很多很多年前 还是在北京 我打一个出租车 我喜欢跟人盘道聊天 结果呢 基本上吧 就是说这个跟我聊天的人都能把他的 习惯呀 啊 住在哪啊 原来做什么工作呀 人生的经历呀 都能跟我说出来啊 当然我也是把我的分享出来 所以呢 那个人说他原来是当兵 是海军在哪啊 他说南海舰队 他说他们搞过演习 他倒没向张微为说一个小时 他说是两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 他说中国海军有能力 把美国第七舰队所有的舰船 包括航空母舰全部击沉 当时我就觉得很荒谬哈 人家就在那等着吗 就是个活靶子吗 就等着你打 对吧 你这个嘿 中国的这个力量比人家落后了好几十年 虽然你有什么所谓的弯道超车 你剽窃 你抄袭 你复制 你山寨 啊 什么天人计划 但是 你差的远了 你差老了 接去了 差老了 接去了 对吧 你差的太远了 你差的不耐着 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对不对 是吧 这个这些人怎么想呢 是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老大就得是美国 美国虽然在这个拜登啊 这个老魂球统治下落后了啊 在开倒车 但美国他那个底儿 是吧 民主啊 自由啊 是吧 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应该是美国 这个美国人就来当这个世界警察 他这个警察 他是警察队长 是吧 他这警察是一个班子 是吧 成员 还有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韩国 是吧 法国 德国 是吧 意大利 对不对 都在这里边 西方国家 包括我们西班牙 比利时 荷兰 卢森堡 是吧 丹麦 瑞典 挪威 芬兰 全在这里边 爱尔兰 这是一个大联盟 这是世界的正义力量 真的 基督教国家 民主国家 中国 哎 你何德何能啊 人家那儿刚天亮 你中国还在黑夜里边 在一个独裁专制 一个落后的黑暗体制里边呢